这是中国诗姐为大家带来的京剧Opera 《卖水选段》 这一出戏讲的是古时候有一个丫鬟 她的名字叫梅音 她呢 为了逗她所服侍的小姐开心啊 就想尽各种办法 她呢 就把小姐拉到花园中去表花名 待会儿大家看到的将要上台的诗姐 她身上所穿的那身服装啊 在京剧中是花旦 花旦扮演的都是天真烂漫 聪慧乐观 活泼可爱的妙龄女子 还带有一些喜剧色彩 普遍受到观众的欢迎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这位诗姐上场 为我们表演京剧 每日凤姑娘 描龙小愿扬 小姐早不信叫我也是 小姐早不信叫我也信 小姐早不信叫我也信 我没应这个我不免把小姐请到花园上花儿观景 一来给她消愁姐们 二来等那卖水的李儿相公到此 我设法把她领进花园 叫她们夫妻相会面上终身之事 岂不好吗 嗨 天到这会儿了 李相公怎么还没来呀 哎 有了 我呀 还是借着给她表会儿吧 是一来月没有花儿开 唯有这松八石可摘 陈心软和帆边广外 是里都吃了没花儿开 请早起来 什么镜子找 收一个摇头 什么花儿香 点上它 你是什么花儿粉 烤点的胭脂 是什么花儿糊 呼呼 清早起来 林花镜子找 收一个由头贵花儿香 脸上擦的桃花儿粉 烤点的胭脂 杏花儿糊 哦 什么花儿姐 什么花儿郎 什么花儿的镜子 什么花儿的床 什么花儿的枕头 床上放 什么花儿的褥子铺满床 红花儿姐 红花儿姐 绿花儿郎 跟着梅的杖子 向羊坏的床 咽咽坏的枕头 床上放 不许坏的褥子 круг 身体 摄 在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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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此处花蜜 红沙面 带上高楼 八千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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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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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梅音师姐呀 你可真会逗乐小姐呀 你能不能等会上台来 教我们几招逗乐一下师傅呢 加师傅先放在旁边吧 好不好 教一教我们 怎么怎么逗乐一下师傅 我先学几句好吗 可能可能 这个要打扮几个小时 打扮也有技术自己要打扮 对呀 她说还专门找了一个化妆室 来为她打扮这身形头 是花很多时间 梅音很用心 刚才有好多动作呀 是动作 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好吗 这很困难 对给我们解释一下 学很久 台上一分钟是台下十年功 好 中国戏曲比较写意 而不是写实 所以通过一些比较特别的动作来介绍规定情境 然后我介绍一下一些动作的意思 就是比如刚才这个动作 就是在关门 这一扇门 然后推过去插门刷 就是推门开门插门刷 然后还有这个动作 就是看起来是耸肩 其实它是提携 如果是写实的话 可能就是这样提携 但是戏曲里是这样 这样 好 它更美化了 对 艺术是来源于生活 但是是高于生活的 不过我今天 我真的学会了师傅 我现场说几句 给您听好不好 无上电视台 最近新开张 师傅收业账 徒儿好心伤 徒儿多打坐 师傅新书唱 谢谢